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8月30日 刚刚看到凤矿网发了一条新消息 也是一起突发事件 这个情况非常的严重 也就湖北省 有一个恩氏市 有一个民营企业家 非常有名 他叫龙华杰 53岁 他是恩氏州知名的商人 他的生意涉及到房地产 茶叶 还有医院等等 赚了很多钱 在当地也是知名度非常高的人 很多人都认为 如果能和他接触 能在他的企业投资 就可能得到丰厚的回报 所以很多人在他企业里 这些生意入股 那么今天一条消息是8点30分 8月30号2点06分 这个恩氏市政府办公室报告了消息 110指挥部接到群众的举报 说是有一辆汽车 这个撞死人了 这个120和公安机关到现场进行救治和调查 其实这个车祸事故应该讲都是很普遍很正常 任何国家都有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关键这起事件 这个原因是就非常非常的诡异 很复杂 是经查 于姆 有一个46岁的当地人叫于姆 他是华龙总医院的股东 也就是刚才讲这个老板 他办了很多企业 其中有一个叫华龙总医院 就是私人医院 这个叫姓于这个人 他入股了 在其中 就在龙华街这个企业入股 就这么回事 也就是于姆姆驾车 把董事长撞倒了 撞倒了 情况非常紧急 我认为凶多吉少 你想汽车那么快的速度 那么大一个物体突然间撞到身上 那血肉自取 可想而知是什么结果 说是这个 三十日晚上十点多钟 恩师周110指挥中心正式 于姆姆驾车撞上龙华街 这是故意的 还有一名保安员 就随身 随同在一起的一个人 那为什么他要撞他 这就是 他这里发了一个推特 这个人在微信当中 在微信里 这个人发了一个原因 讲了原因 说不知不觉 我在华龙医院 投资六年多了 就在投资的钱 给了这个医院 想发大财 争取回报 结果很失望 虽然我不是大股东 他说 但是我对我来说 已经是亲家荡产的套路 他把全部心血都投到老板这里了 想赚钱 结果失望了 现在想起来已经后悔莫及 深深有一种被欺骗 被欺负的感觉 在此 我特辞 我特辞 致欠圣明 他为什么致欠 因为他这个钱 也不是完全他个人 还有一部分是借别人的 凡是借我钱的亲朋好友 你们借给我 就是一种信任 我必须还给你们一个诚信 就是我有什么意外的话 我都会安排好 给你们的还款计划 我再次向你们鞠躬之切 他这个意思就是 给人感觉好像一种必死的决心 你看这个矛盾渗到什么程度 这是网上的一个截图 讲的就是这个故事 大概就是这样 那就是这个余木 钱要不回来了 反正自己也倾家荡产了 我不好 你别想好 就像国内不都这样吗 大家绑着一条船 船上往水里跳 那么说是国内有一个上游新闻记者 8月26号就发布了消息了 就把这个事披露出来了 这个随后说是这个余木 在微信群和微信朋友圈当中 公开辱骂弄刮结 因为他觉得董事长把他骗了 具体原因我不太清楚 就看这篇报道 他怎么讲了呢 他说 你的行为要付出代价 那就等于他主观上有这个杀人的这个意思了 也就是如果是犯罪的话 预谋杀人 这主观是故意的 这是定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 你可想而知 如果真相上述这个冯康奥发的消息 那就等于说发生了一切谋杀了 不是一般的交通事故 交通事故是意外 谁不认识谁 偶尔人家碰到一起出了事 那另外 另当别论 他这个是就是说投资失败 报复 这个老板 他不是报复社会 这个人还是报复特定的目标 还是明确的 比那些 以前曾经发生了很多 就是对那特定不确定目标进行报复的人 我觉得要人品还是好一点点 也不能说就是好啊 这个用的词不再准确 就是情况不同 你看今天我看到还有一个微信群发布了一个视频 讲到国内有一个大学生 上级是学校强制打疫苗 打疫苗之前他就讲 我说我不想打 非要叫我打我没办法 但是我要声明 一旦我打完以后有副作用 我将报复社会 你看有一个年轻人 好像还站在里上 直靠起扬的 都表现了人们现在这种生存状态 就人的心理 就人们的仇恨 你看就是 竟然汤儿皇子发布在网络上 你就可以在这个心里 这么扭曲这个社会 那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要讲就类似这个事件都是一样的 就是习近平鼓吹这套 相将学战 应该是化解社会矛盾 他是反倒是什么 计划社会矛盾 什么事都是斗 斗出个你死我活来 另外还有这个 你像这个企业做生意的时候 这个不诚信的问题 导致这个入股股东的损失的问题 应该是一法来解决 他这个就是说 花点钱给那工商税务 就能办个公司 就开始忽悠 忽悠完了 这个出了事 政府就开始镇压 抓人 解决的方法都是非什么 都是就是 这个 一报一报 只不过是 共产党这个是用政府的暴力 国家暴力镇压这个老百姓 所以解决任何问题都没有一种 就是像 人家加拿大 这样啊 就是一种法治 靠法治来处理 所以就非常看来 令人感到就是厌恶 感到可怕 你看这个人不就是因为你投资的钱我汇不来了 汇不来的原因这里也不太清楚 反正我肯定的报复你啊 这样的好看 在这之前你还是发表这么一个一个一个截图啊 网上一段话来这个告诉给他投资的人啊 你可见这个人和人资间的关系 这是很可怕的一个一个社会的现象啊 你看再看看这个网上今天董事长的这个图啊 这个董事长在湖北恩时也是很大的老板 你看 你知道西窗隔履的啊 也是这个可以这样讲 你看这个表面看一看风光啊 政府都给拍扁 那都是有头领有脸的人物啊 结果发生这个事儿 这下就让人创了 创了以后能不能抢救过的都是问题啊 你不论是受伤也好还是死亡也好 肯定要行事处理啊 这抓去判刑的 一判刑你说钱也要不回来了 命也没了 如果他死的话就判死刑了 如果不死就判有期徒刑 这什么都没了啊 你就看这个人过得很不幸福啊 其实这两个人都是有钱人啊 只不过有大钱 刚才讲到这个老板啊 华老板啊 是大了 有大钱 这个姓鱼的是小老板小钱的 有了钱也不幸福 随时都可能破产 随时可能出事 随时都可能把命打上 你说这是一个什么社会 根源在哪里 我看就是政治制度啊 就是党管司法的政治制度啊 这种一党专制 一人独裁 统治下的这个有钱人也是草民啊 也是没有安全感 让人看了一个 使人心痛啊 每天发生这件事情 但是习近平不改啊 习近平也不想学习胡温这个时代 胡温最起码还提出一个和谐社会啊 不管怎么也不是香港血战 也不搞戒业斗争啊 他世界也搞戒业斗争 但最起码他还有点虚伪性 然后看了以后好像这个社会总是往前走啊 给一个希望 这习近平干脆 非常直白的就是什么 就是人互斗模式 反正他能斗倒所有的人啊 人和人之间互相斗 斗完了以后 人们都要义附于他 让他这个 来给自己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主持公道 而主持公道这个也是党管司法 也不是什么公平的正义啊 所以这个社会就是一点希望也没有啊 就共党不灭亡 这个国家就我认为 就是就像一个大动物园一样 丛林法则啊 你咬死我 我咬死你 每天过得这个不幸福 即使是有钱人啊 也是这个同样的一种状态啊 那么今天的海湾其他节目 这小单元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